春天是寻找很多野菜的季节 像大家目前要在寻找马南头啊 鸡菜啊这些 但是如果遇到这种野菜 可千万不要错过 它就叫做百花败酱草 在荣原地区它被称为苦栽苦抓 荣原有一道很经典的汤 喜欢的人很喜欢怕的人 避自为恐不起 它就是苦抓大肠汤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这样的汤呢 其实那是因为它让清热解毒的效果非常好 因为它这种是有独特的味道 比如说这样这种新鲜的味道 其实不会臭 但是一旦晒干之后 就有一股臭脚压子味 所以也叫成为败酱草 这就是它名字的由来 春天还是各种流感到发的季节 要是在春天的话 比如说喉咙痛啊有痰啊 像这种 它的清热解毒效果可就有派上大用场了 一般来说用它炖肉啊炖小肠啊炖大肠 都可以喝 然后去火效果是真的很好 对了忘记说一下它的口味 其实它的口味就是 微苦回甘 煮在汤里面 刚开始入口 可能会有毒味 慢慢就很回甘 整个汤也会变得鲜甜鲜甜的 所以还是挺好喝的 久的话习惯它之后 就对它欲罢不能了 我们需要用到口菜的时候 一般就是摘起一段鸭头就可以了 不要担心它这样摘了之后 就会不长 只要你不给它名根挖就可以 而且这样子等于是给它打底了 以后就会长出侧枝 然后这个现在是我半个月前弄的 现在又长出侧芽了 还有就是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它的白花开完之后 种子一飞到就会变成很多的小苗 其实它也是算是很顽强的一种野菜 最好 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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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小轮 下轮 下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